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大陸的著名品牌喜茶 就在2018年的時候進軍香港 當時在新城市廣場裡開了第一間分店 場面非常之虛陷 排隊的人龍一度有上千人 足足要排四個小時才能買到一杯飲品 這間喜茶轉眼間發展到八家分店 不過來到今時今日 竟然執政兩家 可以說是敗酒香港 實情這些喜茶或大陸品牌的飲料店 根本就是劣質文化 去買飲品的人 隨時連自己喝了什麼落土都未必知道 除了水之外 有沒有混合到任何化學劑呢? 其實主要光顧這些店鋪的人 都是那些年輕的男女 買完一瓶飲品之後 就可以自拍打卡 甚至乎拿好一本書作為道具 拿著飲品 然後拿手機Selfie自拍 可以扮一下文藝青年 以示自己追趕潮流文化 實情這些全部都是惡族品味的東西 幸好時而世易 去到2019年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香港青年都覺醒了 經歷過大半年以來的警暴 再加上不斷宣傳的黃色經濟圈 使得很多青年都有了尊嚴的自覺 就算他出街要光顧飲料店 他都寧願光顧一間黃店 怎麼會去光顧藍店呢?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自由行旅客 其實這些大陸品牌的飲料店 他主要的客源就是這些自由行 由去年六月反送中運動以來 自由行旅客本身已經不斷下跌了 再加上疫情的影響下 自由行旅客簡直清零 這些藍店哪有運行呢? 不倒閉才期 而那些藍絲普遍來說 都是孤寒度宿居多 聽到那些藍店去告急 或者苦瓜乾口面鬼咬的口 叫你光顧 就甚少見到他們真的會施意援手 一於小理 當看不到 黃絲那方面又怎樣? 哪間黃店走上網 稍為叫要告急 翌日午市你再去看看他? 排隊起碼要半個小時才入座 那些黃絲團結到去懲罰性消費那間黃店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區別? 就是價值觀的不同 黃絲團結就是捨得花錢和花時間 走去光顧這些黃店 去幫助同路人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在這個運動當中 都會尋找一個適合自己的崗位去做 可能有很多人不能夠在這個運動當中 站到很前 或者站到很勇武的位置 那麼他就在這個黃色經濟圈當中 既然他又行有餘力 他又可以花得起這個錢 他又剛好有這個空餘的時間 他就去光顧那些黃店 他就出一分力 為了這個運動 就是這樣而已 而且這個消費行為 也不僅僅是光顧那間店吃一頓飯 那麼簡單 同時也是出於對香港的愛護 以及對那群抗爭青年的一種聲援 喂 藍絲怎麼會理解到 原來吃一頓飯 背後有一個這麼深厚的意義 你吃飯就吃飯 對不對? 而且他們根本上 就不會走到老遠 去光顧某一些藍店 黃絲只是會的 就是因為背後有一種意義在這裡 煉月曾教授怎麼說呢? 他又有評到這個黃色經濟圈 他說 紅色資本就是政權的 不具生命力 貌似強大 遲早就吸引人危機 黃色經濟圈就是自發的 屬人的 無形地擴散 因為本土中小企業 和普通香港人一樣 歸根到底都是愛香港的多 至於大企業 他們的員工乃至大多數股東 也是明示理的香港人 力所能及的條件下 都會支持黃色經濟 他們的老闆也會對比 九七前後的警方 知道親中 最後都會被共產黨撅 近日中聯辦狂鬧 黃色經濟圈 就是政權理性感覺 走勢不妙 他導出了黃色經濟圈 搞得起的原因 以及被人搞的原因 其實中聯辦說出黃色經濟圈 說他是政治攬炒 一來他就是配合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中聯辦已經定了一個反攬炒的主旋律 所有建制派一齊來說 要登記做選民拒絕攬炒 以來這個黃色經濟圈 真的搞得起有些成績 你才會被人批評 如果搞得也不起 他批評你會浪費 就是因為有些實效展示出來 比如說那個營業額 真的會上升 有些黃店 至於個別的藍店 尤其是小店 真的喊告急都沒有人去光顧 當然有些連鎖店 比如美芯 照舊也有很多人去吃 這個沒辦法 始終藍絲來說 在香港也佔了某一個份額 可能那些藍絲喜歡 光顧美芯 光顧元氣 那也沒辦法 我有時候見到很多網友 一經過這個美芯 或者經過這個元氣 看到很多人排隊 就拍照 就說那些黃絲不記得了 可能吃東西的那些全都是藍絲 對不對 未必黃絲 我覺得不要因為這樣而氣餒 最重要是自己堅持著信念 一直這樣去執行就可以了 今早早 這個譚耀宗 就上到商台那裡接受訪問 主持就問他 中聯辦近日就批評 黃色經濟圈 是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 到底這個算不算干預市民的消費自由 譚耀宗就回答 市民的消費沒有人可以影響 是個人的選擇 而中聯辦的聲明 只是對整個社會作出分析和批評 言之有物 對社會是有警醒作用的 他就認為這個不是干預 我就覺得譚耀宗這個辯解 就相當撤裂 簡直就是禮橫節曲 到底譚耀宗可不可以出來解釋一下 到底他怎樣去區別 什麼是為之干預 什麼是為之分析呢 當時你覺得中聯辦在分析一件事嗎 但是那個稿件明明 最後就提到 說呼籲關愛香港以香港為家的人 要勇敢團結堅決和暴力割席 向攬炒說不 這個是很明確的導向性 因為一早就說了這個黃色經濟圈 就是形容為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 那向攬炒說不 就是向這個黃色經濟圈說不 這個夠清晰 原來這個都尚算是分析行為 不是干預 那什麼程度才為之干預呢 是不是抓住你的手走去舉報黃店才為之干預呢 還是怎樣呢 可不可以解釋清楚標準呢 這樣也不算干預 基本上就沒什麼算是干預 他做什麼你都可以說他是分析時事的 但是分析時事或者分析重大議題來講 哪怕他是言之有物還是言之無物 都不是中聯辦的職能之一 中聯辦的職能寫得很清楚 它有五大項 沒有一項說他是要分析香港的時事問題 而且你就說中聯辦可以為香港的重大議題發聲 這個黃色經濟圈算是什麼重大的議題 請問你自己都懂得說 只不過是市民的普通消費行為 你縱然看得不順眼 也沒理由當是一個重大議題去評論 這些說法完全說不通 而且他提到現在中聯辦只是作出分析 今天難怪法官和警察就有樣學樣 那些藍官就在判詞當中花很大的蝙蝠三分之一的時間 去評價一下香港的政治運動是如何影響市民 跟著警察開記者會的時候 就不斷地滲集一些個人的政見下去 這些就是不務正業 每一個職位都有他的既定職能 是列明了出來的 怎麼能夠因為你的個人氣戶 然後加入一些根本不屬於你職能的內容下去 就當是你正式的東西來發表 原來現在中聯辦都喜歡分析時事 難怪不得 分析時事 你叫他去學那些YouTuber KOL 錄片放在網上就行了 用不著發稿件 分析時事 好了 譚耀宗最後還說到 希望這個立法會年底換屆選舉之後 特區政府就會推行《基本法》第23條立法程序 希望在明年8月前完成 他就說這只是他的個人期望 不是中央提出的死線 大家看到他又再出來為23條吹風 做勢 所以今年的立法會選舉 為什麼這麼重要就是這個原因 根本上建制派已經早了幾個月 來搞選舉工程 不斷以反攬炒作為主軸 不斷作出一個宣傳 就說泛民、民主派、非建制派這班人 是攬炒派來的 市民如果不想攬炒的話 就要積極登記成為選民 和9月出來投票給建制派 他們的主旋律已經定了 而且又說明 如果非建制派一旦拼到過半數 就是為之奪權 因為他們就是要立23條 就是要搞全面管治權 所以住在海外的益友 如果是方便的話 今年9月6日你有登記做選民 記得要回來投票 為了香港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